小赛是一名房产经纪人,42岁,单身,内向安静,独来独往。 在生活中,他总是把自己活成一个局外人。 侄二的洗礼仪式上,大家其乐融融,他却远远地站在一边内心平静。 公司庆祝业绩达成,同事们有说有笑,他却面无表情,一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。 他活得枯燥而又呆板,索然地没有半分生气。 但是小赛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他在接待客户时,会仔细观察客户的衣着、外貌和动作,利用客户的照片做出其头部的石膏模具。 之后,趁客户不在家时,前到客户家中,将自己装扮成客户的样子,模仿他的行为动作,说话语气,体验一个又一个陌生人的生活。 这次的客户是一名酒鬼,小赛除了在接待时观察他外,甚至还去跟踪他,模仿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。 当他在酒鬼的床头发现匿名借酒会的名片时,他甚至还代替酒鬼去参加了借酒会。 在那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,编造自己的酗酒时。 一天,打扮成酒鬼的他,在地铁上遇到了酒鬼的朋友。 小赛担心被拆穿,下了地铁就发疯似的狂奔。 朋友看出端倪,穷追不舍。 最后小赛虽然成功逃脱,但也因此弄坏了脸上的面具。 小赛知道自己这样的行为于情于理都是不容于事的,但他却总是控制不住想要去偷窃别人的生活。 可能是因为在自己的生活中,他总是需要绷着一根弦,努力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。 只有在陌生人的生活中,他才能放肆一回,感受到生活本该拥有的精彩。 地铁事件后,他向神父倾诉自己心中的苦闷。 他知道现在做的事情不对,但是好像只有这样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。 神父告诉他,每个人都有权利改变,可以修正自己,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。 小赛终于下定决心,将自己存放化妆工具的密室封了起来。 这一天,小赛接待了一位大客户,一名小于世界的小提琴家。 不幸的是,他因为一场车祸,失去了两根手指,从此只能告别舞台。 在经纪人的建议下,他从纽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巴黎。 音乐家有自己的禁忌和偏执,处处透露着神秘的气息。 小赛对于他的生活十分感兴趣,回家翻看了很多音乐家的采访, 并在之后的聊天相处中,感受到了音乐家对音乐纯粹的热爱, 以及告别舞台的失忆和无奈。 就像大多数艺术家一样,敏感的音乐家总能够轻易洞察人心。 但是他却说他看不出小赛的心思,小赛总是面无表情,安静沉闷, 就像一只猫,能够无声无息地靠近你,窥视你,刺探你。 音乐家喝多了,小赛把他送了回去,摘下他的手套,看到了两根断纸。 他拥有一个如此充满故事的人生,荣耀与掌声,诗意与陨落。 他的性格,他的习惯,他的经历,他的一切,都和旁人不同。 小赛心中涌起强烈的渴望,他想要体验音乐家繁复丰满的, 和自己一成不变,截然相反的人生。 他再次打开禁忌之门,来到了陈峰的密室。 小赛这回做足了充分的准备,他看了亨利大量的采访, 仿他仿得唯妙唯笑,除了外表和姿态, 连说话时低沉的语调也一并学了来。 某天,他趁着音乐家外出,偷偷潜入他的家中, 逗着音乐家的金毛狗,照着音乐家的食谱做饭, 冒充音乐家打电话到公司表扬自己。 可正当他因为这通电话沾沾自喜时, 音乐家却突然回来了,小赛惊得连忙躲起来, 外面传来了音乐家和一个女人的争吵声。 女人在外敲门,音乐家却让他赶紧滚蛋。 小赛想要趁着音乐家没注意偷偷离开, 却在楼梯上遇到了不愿离开的女人。 为了不穿帮,小赛只能硬着头皮跟女人来到了咖啡厅。 女人名叫克雷,是音乐家的旧情人, 还和音乐家拥有一个孩子。 但现实音乐的小提琴家无意抚养小孩, 对母子俩置之不理。 女人离开时,留下了一张儿子的照片, 背面写有他现在的居住地址。 小赛犹豫了很久,最终决定打扮成音乐家的样子, 去看望小男孩文森。 文森对于陌生爸爸的造访有些欣喜, 又有些不知所措。 他说,我一直都想见到你, 却又怕自己会讨厌你。 小赛学着音乐家的语气, 用音乐家在采访时说的一些话宽慰文森。 对于突如其来的责任, 音乐家本能地逃避、排斥, 决定马上搬家。 他找到小赛, 让小赛帮忙在法国附近的其他国家找房子。 两人在一起吃饭时, 克雷来了。 他听说音乐家要搬走, 对他十分的失望, 但还是希望能为儿子争取到一些父爱。 无奈却被音乐家无情地赶了出去。 小赛见状追上了克雷, 代替音乐家说了抱歉。 之后,小赛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, 他故意将亨利另一处的房子砸得稀巴烂, 把他支去那边办理保险。 接着,他打电话将文森约到家中共进晚餐。 克雷对于他主动跨出这一步, 非常的欣慰和感动。 周末,小赛拖着箱子来到亨利家中, 就在他忙着准备做晚饭时, 却看见亨利随时带在身边的金毛还在家中, 难道是亨利还没走吗? 小赛跟着金毛来到客厅, 发现了上吊自杀的亨利。 惊慌的小赛正准备离开时, 克雷却在这时暗响了门铃, 小赛只能赶忙藏起尸体, 在母子进门前处理好了现场。 文森给爸爸带来了百合花, 还在桌上发现了音乐家留给他的遗书。 小赛糊弄了过去, 说这封信是准备以后给文森的, 文森却要他现在就读。 遗书中,音乐家充满了歉意和忏悔, 他知道自己自私且懦弱, 没有为儿子做过任何事, 他也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, 他的心中只有音乐, 对于他来说, 没有音乐的人生不是生活, 只是活着罢了, 再也无法演奏小提琴的他, 被寂静吞噬, 无处可逃, 所以他将自己最珍贵的朋友小提琴, 送给了同样在学琴的文森, 并希望音乐可以保护文森, 给文森以永恒。 读完信后, 文森上前抱住了小赛, 之后却又怯生生地撤回去, 说了声对不起, 他也同样地不知道该如何与父亲亲你。 这一晚, 两父子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, 文森幸福的笑容, 让小赛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, 他腾出箱子, 把音乐家的尸体搬运到自己家中, 给公司打电话, 留下道别遗言, 而后点燃煤气悄然离开, 成功导演了一场自杀。 回到音乐家房子的小赛, 从此便真正顶替了音乐家的人生, 为了更好隐藏, 他自己动手切掉了两根手指头, 穿上音乐家的衣服, 出门遛狗, 练习抽烟, 模仿音乐家的签名笔记, 学习音乐家, 瘸腿走路, 了解小提琴的知识, 甚至还以一个朋友的身份, 参加了自己的葬礼, 与妈妈和姐姐打了招呼。 之后, 他带着文森去郊外过周末, 在山上奔跑, 在海边散步, 还在停车场给文森举办了小型音乐会, 文森玩得十分开心, 在回家的时候意有未尽。 另一边, 警察在调查煤气爆炸案时, 发现小赛自杀那天, 曾给音乐家打过一通电话, 那通电话原本是他为了测试音乐家是否在家打的, 没想到却变成了计划中的一个破绽。 警察找到小赛, 调查这通电话的内容, 小赛用炉火纯青的演技应付了过去, 但却也知道自己是经不起查的, 如果被带进监狱问讯, 自己的人皮面具随时可能会暴露。 于是, 小赛去银行取出了所有的存款, 签署多份将房产及物资送以文森的文件, 之后便逃走了。 但他却并不是远走高飞, 而是去做了整形手术, 把自己的脸整成了音乐家的样子, 还将头发和胡子也续成了音乐家的模样。 文森的演奏会上高棚满座, 警察也在这里守住待兔, 他们猜想音乐家不会错过儿子的演唱会。 小赛的确来了, 毫无遮掩, 大大方方地出现在众人面前。 这很美丽, 我非常喜欢你。 之后他便自首了, 告诉警察是自己杀了小赛, 他被判十年有期徒刑, 如果表现良好可以减到五年。 他告诉警察自己并不后悔, 因为小赛自己也不想活了, 是他让小赛得到了自由。 在最后的独白中, 小赛说, 他总是在耐心等候, 难得这次是真的在等待些什么, 他变成了另一个人, 他变成了自己, 全然不同的自己, 他变得和大家一样了。 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, 小赛为什么会失去对生活的兴趣, 而需要通过他人的生活来感知这世界,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 是被需要的感觉。 和文森的相处, 让他发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, 感受到了自己被爱, 被需要, 被渴望的情绪, 这样的情绪让他着迷, 让他不舍, 为此, 他愿意让自己成为文森真正的父亲, 整形, 坐牢, 最后等待重生, 等待那个他和文森共同的重生。 虽然电影始终陷在阴暗的布景中, 音乐和氛围都透着沉寂的萧索,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外和巧合拼凑而成, 每个人都得到了救赎的温暖故事。 好了,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儿, 小伙伴们记得多多多。